现在这一套产品就没有进入维修模式 你看遥控器这边的PKE感应能收到信号的一亮一亮的一闪 按开锁键 喇叭都能有跟座算 喇叭 这个是方向灯 关锁也有 也有锁门凳座 也有方向灯凳座 也有喇叭凳座 你再看一遍 锁 开锁 是吧 好我们现在要进入设置 就让它先起凳状态 踩脚刹按起的按键 进入之后 我们就按照这个说明书上的 这个进入 退出 这个模式 这里有写 这里 那我们是 光手键 加这个针尖WiFi键 藤石按 藤石伸手 就是说按下去 伸开 喇叭会响两声 响一声来切换的 响到两声 是吧 嗶嗶 没响 但是我这个是灯来的 那我们再吸火 吸完了火 是吧 这里吸火 这个是电源指示灯 那我们再来按这个开锁 刚才的开锁是 喇叭 方向灯 和开锁凳座 都有 现在按开锁 就只有这个开锁凳座了 是吧 开 关 开 关 是吧 那进入了这个洗车 维修模式 就是这种声音 只有开锁和关锁 喇叭的声音 也没有 方向灯的声音 也没有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 能开锁 能锁门 那就表示 它进入了这个模式 那进入这个之后 我们再退出来就行了 退出来 那我们退出来 再启动车辆 启动之后 我们再按这个键 关锁键 跟这个WiFi键 同时按一次 再升开 这个喇叭 省了一下 就表示 退出了那个模式 那我们再熄火 我们一熄火 你就看得到 这个遥控器上的灯 会一闪一闪的 看到了吧 来我们再接着 按开锁 按开锁 是不是 你看这个灯 按关锁 是吧 再按开 按关锁 开锁 是吧 这些就退出来了 那退出来了 我们按开锁键 你看这个PKE感应 这个灯一亮一亮 是不是 那什么 如果我们能为的操作 这个时候 如果我熄火下车 我按了一下锁键 车门是锁了 那我这个遥控器的 PKE根能就临时关闭了 就不会说 我这个遥控器 靠近这里 又开锁 离开 又锁门 是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 按一下开锁 车门也开锁了 这个PKE的根能又激活 这个就临时的 我们有一个长期关闭 PKE根能的 说明书上也有写 但是客户那种现象 就是进入了那个 维修洗车模式 退出来就行了 就刚才说的 踩脚杀 按启灯按键 让车辆处于启灯状态 腾时按关键键 加这个WiFi键 腾时按 一定要腾时按 腾时声开 能听到喇叭响两声 因为它安装了喇叭 我这个测试台 是用一个LED指示灯来代表的 给你再这样的看一下 我再按操作开锁 关锁 对应的灯都亮了 开锁 关锁 开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一分钟都不要 开锁